从刚开始的当打不斗到现在享有规模 我也有团队了 一个人做短视频也快三年的时间了 像每天都在调整角度 摆好手机 插镜头 这样的工作坚持了好久 我的团队现在是两个人 我加上大姐 大姐的工作是负责拍摄 还有选品 然后我负责 负责什么 剪辑 我负责剪辑 还有我是主角 因为大姐在家也没事 所以我现在就是以后大姐就会跟我一起 做短视频 其实我刚开始回老家的时候 我是想让大姐自己做的 但她不愿意去做 后来去年我就带她直播 带她直播了几个 两三个月吧应该有 两三个月后来我也没直播了 然后我俩又 又分到扬镳了 然后我又劝她做短视频 她又不愿意做 到今年 我想着一个人做也挺累的 让大姐一起跟我一起做 然后她也可以有一份收入 但是我现在还在想 该给大姐多少工资 合适 我心里是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每个月固定工资 还有一种是浮动工资 浮动工资就是我拿的多 那我就给她提百分之几啊这样子 我还没想好 大家觉得怎么样给会好一些 大姐你自己认为呢 怎么给合适 你看着办 你是老板 不要让我看着办 等下给少了也不好是吧 没事 给多了 那就不可以吧 我提出的要求 我怕你接受不了 你说 你说 只要我觉得合理 我就觉得能接受啊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 保底一些 然后呢 提层 可以了 提层是多少合适 你觉得 提层 百分之五吧 百分之五啊 可以吧 就一半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 一百块就五块嘛 嗯 对 等下会不会给的有点低了 不会 我会放煮 真的 我跟你说 大姐来了之后 我放都不用煮了 我从来觉得 哎呀 太幸福了 那就我百分之十啊 其实 钱不钱无所谓啊 姐妹之间谈起来三感情 但是工资还得给 然后具体的话 咱们再定 还没想好 然后我也想 看看大家怎么说 从此以后 我们就成立小分队 叫春花小分队啊 春花爱人组 春 豆逼爱人组 哎呀 当老板的感觉真好 一点都不好 以后叫老板 让我也体验一下 当老板的感觉 像多了 嗯 这都是 进女装 心里